中国山水画 中国画起源于汉代 是我国传统的绘画形式 通常使用毛笔沾水彩和墨 绘于卷筹或纸上 山水画是国画的重要画科之一 智者要山 人者要水 文人雅士用山川自然景色 寄托情思 把情感融入大自然的美景 通过艺术的手法表达出来 中国山水画流派众多 按画法风格分为青绿山水 金碧山水 水墨山水等 宋代画家王熙梦的千里江山图 就是青绿山水的代表 创作这幅画时 他只有十八岁 山水之间 尽显少年意气 画作在一幅整卷上绘制而成 全长十一点二米 构图周密 用笔精细 气势波澜壮阔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 寄托的是初出茅庐的少年壮志 那么复春山居图沉淀的则是度尽沧桑的人生感悟 画家黄公望历经人生起伏 晚年将人生与自然的招募变换运之于比 历时七年做成复春山居图 漫长的江水流过浅滩 激流高峰 最终繁华落尽 流白处是人生的底色 中国山水画如同水墨 谱写的一首首壮丽的交响曲 高山阳指 景航行指 一笔一画 会进中华秀梅河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